女朋友找不到 工作中领导让你刮掉 亲戚朋友们的念叨 加上对留胡子后 研制的不确定性 让很多想留胡子的男人 脸上最终还是光溜溜的 大家好 我是男士时尚赛道 打着胡须标签的一个边缘小播主 这些年我出了不少 关于留胡子的视频 有很多兄弟因为我的视频 而留起了胡子 这点让我很开心和欣慰 前一阵呢 我把留了一年多的胡子刮了 很多网友表示了晚期和不理解 其实呢 胡子还是要留的 只是太长时间 没有看到自己原本的样子 看看有没有崩 还好啊 没这太大变化 还是那样 也有很多网友说 这胡子刮了 比留胡子要好看 这让我陷入了沉思 有一说一 刮干净确实比留胡子要嫌年轻 尤其我留胡子留的还比较长 现在我刮干净这状态 出去说我30多不过分吧 但我留胡子的时候 那可是老年轻了 又老又年轻的感觉 武装朝下 皆有可能 虽然外表看起来是迷一般的年龄 但是咱出门在外 绝对是人群中 最显眼的那个 无论是男女老幼 路过了都想多瞟你两眼 我还遇到过不少 以为我是外国人 跟我说英语的 让我很尴尬 说英语回答呢 还是用中文回答呢 胡子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可以改变面部形状 有修饰脸型的作用 看我眉胡子和留胡子的对比 明显留胡子的脸 看起来更加瘦长 但是缺点呢 会显得脖子短 加上长发呢 就会显得头有点大 这算是有利有弊吧 那如果你的下额线不明显 就可以通过留下额线部位的胡子 来隐藏你圆锐的脸型 也可以留长去做一个直线条的 胡须变形线 去代替你原本圆润的脸部线条 脸型短的 可以把下巴 下额线的部位的胡子留长 拉长脸型 脸型宽的 可以通过留脸颊 面部的胡子 来视觉上托小脸部面积 还有人中像我一样长的 可以留上巴的胡子 有缩点人中的效果 想改善脸型和面部结构 又不想做医美 做手术的兄弟们 可以参考一下 那到底是留胡子好看 还是不留胡子好看呢 在你打理OK的前提下 我觉得呢 是各有各的受众 比如在我留胡子的时候 有不少人说挺帅的 有气势 但也有说我长得像野人的 但要注意 喜欢我留胡子造型的 大多是男性 女性比例很低啊 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比例 那更是低中低 所以这留与不留 怎么选择 还是得看自己 你想给别人一个什么感觉 你自己想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还有 你想吸引迎合哪一部分人 这几点的结合 就是你最终的选择 哎 我的妈妈 9比1的男女文比例 我真 ker ker